我去过全世界130多个国家 后来发现浑雪文化的地方 原汁是特别的超班 基金力是特强 是不是很漂亮 好像到了哈里多特的世界 这就是我青年求学时代的 注射香港大学的大学堂 所以这一集 我将会带大家进入 经典的中西汇穗文化的香港 抬头望你就会看到 我们文武药最著名的大塔香 在港产片里面 你经常会看到这个镜头 特别天气好的时候 太阳光射进来香烟淼淼的时候 的确很漂亮很壮观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 这里就是河里活道 我身处的位置就是香港的上环 这个地区是一个老区的关系 所以这个建筑很古老 我以前在这边上学的关系 很熟悉这里 每天就要爬这个楼梯 上去上面的香港大学 当然是很累了 但是住久了之后 我慢慢发现这里的历史 真的很有趣 河里活道是香港第一条 开埠之后第一条的街道 连接上环和这边的中环 它旁边这一条街更加有趣 它的名字叫做Position Street 占领角 这就是在1841年 英军登陆的时候 在这边举行升旗里的地方 这里就是香港的根 所以这一集 我将会带大家进入 经典的中西汇穗文化的香港 来啦 跟我一起去吧 时光倒流 176年 英国在这个全新得到的 这个殖民地上面 要建筑一座新的城市出来 因为当时的女王 是叫维多利亚女王 所以这座城市叫做维多利亚城 维多利亚城一根分四个环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中环 那个是政府机关的所在地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叫做上环 然后还有西环 这边是华人的聚集地 英国人忙着把英国的城市规划 带来这个全新的维多利亚城 所以你看到在中环那边 有很多大量的西式的 维多利亚式的建筑 但是到了上环跟西环这边 就完全不一样 这边是华人聚集的地方 主要的移民 就是来自于广东的新移民 他们带来这边的 当然就是自己的信仰 所以在维多利亚城建立的 第一座建筑 就是我身后这一座文武庙 作为香港第一间的寺庙 它一定有很多的密码藏在里面 找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来到大殿前面 最重要的动作除了拜拜以外 就是抬头望 抬头望你就会看到 我们文武庙最著名的大塔香 仔细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它分两层的 下面这个叫小塔香 大概烧一个礼拜 上面这个叫大塔香 是烧整整一个月的 在港产片里面 你也经常会看到这个镜头 特别天气好的时候 太阳光射进来 香烟渺渺的时候 的确很漂亮很壮观 除了大塔香小塔香以外 我介绍给大家 就是这边的宫灯 你看这一整排的宫灯 挂在这边 是不是很壮观 像中国宫廷的感觉 这宫灯是拿来做什么呢 也是为了祈求考运的 愿我们文昌帝 负责大家的考试的运气 香港大学就在上面 你想不想进香港大学 除了挂宫灯以外 还有一个动作一定要做的 就是贴金箔 你说你想进入香港的大学的话 可以尝试 把这个金箔贴在 我们的这个路身上 你看这边已经贴上去了 一定使你马到成功 骑开得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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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武庙走大概十分钟 就可以到达同期完工的 香港最早期的一座教堂 圣约翰座堂 我去过全世界130多个国家 后来发现 混血文化的地方 颜值是特别的超班 基金力是特强 比如说南美洲 比如说香港就是典范 香港在1841年 英军登陆之后 之后的155年之间都是被英国人统治 上城是英国人 但是居民大部分都是华人 所以这里注定就是华阳杂厨 东西汇穗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香港文化的金税所在 我小时候初一的时候 我就会带我的邻居 是一个苏格兰女士Mary 去文武庙拜拜 然后到了圣诞节前夕的时候 他就带我来圣约翰的座堂 在这边做弥撒 然后Mary告诉我 你们这地方真的太有趣了 跟我们英国完全不同 英国我们走完一个教堂 还是一座教堂 但是你们文武庙 走十分钟 就是一个这么华丽的 哥德式的建筑物 就是因为它很华丽 它是哥德式的建筑 所以平时也很多婚礼 广告公司 住这边来进行活动包场 如果他们包场的话 我们是不能够进去拍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 碰碰我们的运气 看一看我们能够进去教堂 欣赏它很漂亮的花玻璃 来 我们去看一看 рат比赛这边给赓 bump 充 Severance 在距离开了 尊лично 将我们的生命 追忽 是为深それ代 滑軋 她與ange平 grace 今天的运气真的好 可以进去教堂里面 欣赏到很漂亮的花玻璃 看到教堂里面很庄严的情景 我想起三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来教堂做弥撒的情景 还有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很多游客叫这里做圣约翰教堂 其实这里正确的说法是圣约翰座堂 座堂和教堂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这边是香港教区的主要的教堂 主教就在这边坐镇 所以叫做座堂 当然你说圣约翰教堂大家也懂 也知道就是这个地方 讲着讲着肚子开始饿了 不如我现在就带大家去养茶 有两个广东词 无论你去日本 去英国 去南美洲 你说出来大家都听得懂 这就是养茶 养茶可以说是香港饮食文化的精粹 对, 养茶最适合就是在这种传统的酒楼里面 这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来我养茶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用最传统的推车的方式进行养茶 现在很少有这种养茶的餐厅了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点心纸 或者是用手机去扫QR Code 对, 为了杰森忍受的关系 早上, 早上 今天有什么样吃 今天很漂亮, 虾饺和烧麦 很棒, 我喜欢 我要鱼这两楼 很漂亮, 今天很甜蜜 很棒, 我最喜欢吃虾饺和烧麦 我还有小鸡包 鸡包不错, 不顾鸡包 鸡包也要鸡包 鸡包也要鸡包也很漂亮 对, 不错 哇, 满满的回忆都回来了 都是我喜欢吃的点心 其实广东的养茶文化 它有所谓的一钟是指一钟的茶 然后两件是指两件的点心 这是指最古早的时候 这些一般的茶客就是叫了一钟茶叶 然后就是慢慢的谈两件的点心 但是现在不止两件, 现在这么多 而且有所谓的四大天王 广东养茶里面有四大天王 是指最受欢迎的四种点心 包括我们前面的哈嘎 好, 酥米, 然后还有茶饭 还有叉烧包 这是最多人叫的四大天王 但是今天我想介绍给大家 是比较特别的两个点心 一个就是炸云吞 哇, 这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很脆的炸云吞 它吃的方法是怎样呢 用这个甜酸酱 淋在上面 然后你仔细听听听的声音 你就知道是炸的有多脆 广东话叫做 这皮要炸得很脆 大家听到声音了吗 这个炸云吞呢 跟我们台湾的云吞很不一样 因为这皮很薄很脆 而且它点上了甜酸酱之后呢 是特别的开胃 然后中间呢 它还包了一块虾仁在中间 那个是我最后会吃的 我先把周围的皮慢慢吃完之后 最后再一口把这个虾仁吃掉 除此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想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这个鸡包仔 其实它外形跟叉烧包有点相像 因为一般的茶楼做的是叉烧包 但是这个茶楼最出名的是鸡包仔 而且打开之后看见 有冬菇在里面 我先试一口 它因为是加了冬菇的关系 那个鸡肉变得很有层次感 然后皮是有一点咸咸的感觉 这很适合呢 就是当时主菜再吃 吃了之后一定会很饱 吃完了咸点之后呢 要吃甜点的部分 这边的甜点很有趣 它除了有菠萝叉烧包 还有这很少见的沙庸 然后就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 西米菊布丁 这个西米菊布丁呢 你看的样子 它是烤得焦焦的感觉 按下去之后你发现 别有洞天 它的中间是加了豆沙的馅 这是很少最传统的做法 因为现在 我在其他茶楼吃到的 西米菊布丁 它中间是没有线 好满足 所以建议大家 下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呢 可以找这种传统的酒楼 推车的酒楼 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情味 然后有一句话想交给大家 就是香港人 跟人打招呼 或者是再见的时候 说的一句话 就叫大海洋茶 有空我们来喝杯茶 其实这个就是约人 比如说我想约你去谈生意 或者是想再见你的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下次来香港的时候 大海洋茶 字幕志愿者 吶梦 这里就是香港大学站 香港现在最深的一个捷运站 因为香港大学位于香港上环的半山 交通一直不太方便 直到开通的这个捷运站 方便了很多 想一想香港大学沉溺之初 那个年代是香港 刚刚呱呱落地的年代 1898年 英国政府向蜻蜓租借新借99年 香港的面积增加了9倍 人口增加了40万 香港政府开始兴建 最高法院 邮政总局 九光铁路 一个国际大都会开始慢慢成型 这个时候港府发现 香港还欠缺了一个 国际大都会最需要的东西 就是教育 所以成立了香港大学 现在的香港大学学生 真的幸福了很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 当时从山下往山上爬 每天爬坡 爬到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全身已经湿透了 现在我们就体会一下 现在的港大山有多么的幸福 坐捷运加电梯 就可以直达港大的本部大楼 来 看到HKU 我们已经来到香港大学的本部大楼了 就是我的母校 欢迎大家来到我今晚的家 全新界最高的大楼不是盖的 我现在身处就是七十楼 大家看到这个风景完全不一样的 从最远的香港岛太平山 一直到全湾 整个的清衣岛一览无遗 但是我们现在身处是全湾的关系呢 这边只需要连天都快去就可以住到了 香港大学的担三是为了呼应时代的需求 1905年 蜻蜓推行 晚清新政 废除了千年的科举制度 所以华人子弟对于西式教育的需求 是越来越殷切 到了1911年 香港政府合并了两所当时的院校 一所就是国户的母校 香港西医院 还有香港工学院 成立了香港第一间大学 就是身后的香港大学 本部大楼是当时第一栋的大楼了 它的这个style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爱德华时代的style 因为1911年是民国元年 当时英国就是爱德华的时代 它结合了哥德士的风格 巴洛克 还有文艺复兴的风格 所以是很豪华的一个建筑 因为当时也是英国殖民的黄金时代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法定的古迹 所以平时有很多游客来这边 旅游 打卡 照相 但是对我来说 这里就满满都是我青春的回忆 因为我当年就是在这边 1989年的时候 就在这边上课的地方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 我当年上课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水天下课的时候呢 我都会来这个水池旁边 开始看张爱宁的小说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环境很熟悉 因为很多电影包括色戒 玻璃之城 把外琴 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在这么优美的大学的校园里面 还有这么优秀的学姐的心头之下 我开始写新诗 我的创作历程到现在 我已经出版了三十多本的书 想起我的创作的灵感的源泉 应该就是来自于 这个水池旁边的青葱岁月 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原点 看一看这个水池 能不能带给我新的创作的灵感 是不是很漂亮好像到了哈里波特的世界 这就是我青年求学时代的宿舍 香港大学的大学堂 这个大学堂其实它的历史 建筑的历史比我们香港大学还要悠久 它以前是法国人的一个教堂 然后香港大学买下来之后 把它改成男生的宿舍了 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 每天下课第一时间飞奔回来大学堂 我就不想走的 我觉得这里是我最安全的避风港 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也不回家 天天墙在湖宝里面看小说写新诗 度过了很浪漫的大学时光 然后我们大学堂也有三宝 哪三个宝呢 第一个宝就是 我要小心一点不要碰到了 就是这一对四不像了 大家小心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碰到这一对四不像 因为传说之中 你碰到四不像之后 是不能够毕业的 是不是很怕 摄影师大哥待会你也小心一点 我们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走中间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其他两个宝 来 这里就是我们大学堂的第二宝 铜梯 是不是很漂亮 整个铜梯呢 它现在贯穿的我们大学堂的三楼 二楼和地下的空间 一百多年还在使用之中 当年这个铜梯呢 是在法国的巴黎铸造 整条的铜梯运来我们这边安装的 二战的时候被日本人偷走了 二战之后才归还给我们大学堂 其实公众现在 星期天也可以参加岛赏团 来欣赏我们的铜梯 在这边打卡留恋 它的名字叫铜梯 但是它不是铜座的 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红梯 是有历史根据的 证据就在这里 大家看看 这梯子真的是红色的 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大学堂有很多马来的同学 他们的广东话发音不太标准 红胎红胎比成红胎了 所以以额传额 后来这边就叫铜梯了 历史图片中的历史人物还健在 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我 这是我在1990年的照片 当时的颜色还是红色 是红梯的部分 除了这个第二宝 还有我最怀念的第三宝 现在就带大家去 刚刚我的学弟给了一本 在三十多年前呢 我们的校刊给我看 已经发黄的 1990年的校刊 大家能够找到我吗 最帅气的那个肯定就是我了 我自己都很惊讶 因为我就忘记了写的什么东西 对啊 还有这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也是在本部大楼拍的 我的毕业的照片 其实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大学堂的宿舍的餐厅 这个很豪华 很漂亮 当年其实它是一个教堂的一部分 是做来乞讨用的 在法官的时候 后来到了香港大学 把它买下来之后 变成我们大学堂的宿舍的餐厅了 这边的晚餐真的完全不一样 在这么漂亮的环境里面吃 而且我们的分量 还有我们餐点的指数 远远超越了本部大楼那边 是因为我们这边 有个很有爱情的阿姨照顾我们 他就是我们大学堂的第三宝 三嫂 他在大学堂工作了超过半个世纪 他带我们每一个宿舍 带我们每一个宿舍 就像他的儿子一样 他除了煮晚饭给我们吃 跟我们聊天 他还会煮宵夜给我们吃 我最记得他煮的最好吃的 就是糖水 红豆沙 还有麻太楼 而且他是免费请我们吃的 你想一想 作为一个校工 他自己去买材料 煮给我们吃 免费给学生吃 他简直是当我们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样 但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 三嫂就过生了 整个U-ho 现在剩下就是两宝了 就包括门口的四部相 还有我们的同梯还在 这真的回应了一句 就像是十座的堡垒 流水的学生 因为刚刚我看到 有新同学入学了 开始搬进来我们的宿舍住 也有新的校工开始上班了 但是我们的大学堂还是这么漂亮 还是这么的坚固 希望大家下一次来香港的时候 可以在星期天参加我们的岛赏团 来我们的大学堂参观一下 全湾 是我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80年代我第一次做暑气工的时候 上班打工就在这边 当时刚刚开了全湾县 这个卫星城市的人口就可以坐全湾县 坐捷运一直到中环去上班 令这个卫星城市很快地发展起来 所以到现在回到这个全湾了 其实我不是太认得了 变化太大了 除了这个南巴勒海峡 还是那么的美丽 还是那么漂亮 对面的清衣岛 已经修满了高楼大厦 还有我身后的全湾 建起了新界最高的 89层的这个如新广场的高座 我经常介绍我自己的朋友 来这里住这是一家饭店 它连旁边的那个低座加在一起 它的容积是全香港No.1的 它总共可以提供1608个房间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也可以很轻易地租到房间 另外一个原因呢 推荐我的朋友来全湾住的原因 是因为吃喝玩乐 什么都齐 交通也是超级的便利 这个饭店的楼下就有巴士的总站 捷运什么都有四通八达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CP值超高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 就跟我来看看它的房间 你就会明白 在我们进去参观饭店的房间之前 大家看到我已经换上安全帽了 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景点 要介绍给大家 所以香港土生的旅游达人 当然我要带香港最新最夯的景点给大家 这里很特别 我们是第一组的设置队伍进入这边 之前是从来没有曝光过的一个景点 昂景修网 不应该怎么说 黯然销魂 大爷大爷 就是超级香 你可以闻到 而且它这边是脆脆的 因为是刚才师傅解释 它是烧了两次的关系 而且是有立堂诗在前面的 甜甜脆脆的感觉 这种超好吃的 我上次来就吃不到这个叉烧 因为我上次是一点半来的时候 这个餐厅的叉烧已经是完瘦了 这里很特别 我们是第一组的设置队伍进入这边 之前是从来没有曝光过的一个景点 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我要请教一下这方面的专家 早安… 早安… 你好… 欢迎你… 我们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有过百名历史的木化石 摸到才知道, 这个是很硬的 摸上去像石头一样 它不是普通的石头 这是木画石 很有价值的木画石 这个木画石公园 大概会什么时候开幕呢 今年年底 我们正在准备所有的展览工作 我相信到12月 这边应该可以开放给公众欣赏 总共有多少木画石 要超过百件的展品 很厉害 那是石头最大的 是的, 也是质量最高的 是博物本藏品级别的展品 这个木画石公园 到年底就会正式地开幕 作为香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木画石的公园 它的长量也是亚洲最丰富的 所以我是超级期待了 大家来这边 除了可以欣赏到木画石之外 也可以参加他们的亲子活动 它有很多的工作坊 下次来我们饭店书 一定要试一试 那陈子 你要不要带我们现在去参观一下 其他的木画石 好的 我来和你一起见到的 好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 就是饭店的地下的大厅 其实它有两个大厅 它check-in的大厅是在41楼 因为这边是超高层的关系 地下这个大厅 有一家东西 我想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香港的蝴蝶酥 其实是我小时候 经常吃的一种点心 我们小时候吃的蝴蝶酥 是大大的这么大的 但现在做出的款式都是很小的 因为很适合作为伴手礼带回家 这家饭店的蝴蝶酥 除了是他们自家的品牌以外 每天都是新鲜制造了 而且用上了欧洲最好的材料 很适合做伴手礼 因为是什么 写清楚是香港制造 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吃的 但是我现在先要忍耐一下 我先带大家去看看我的房间 来 欢迎大家来到我今晚的家 全新界最高的大楼不是盖的 我现在身处就是70楼 大家看到这个风景完全不一样了 从最远的香港岛 太平山一直到全湾 整个的清衣岛一览无遗 而且到晚上的时候 这边很精彩的花火的表演 因为前面整个大鱼山 你可以看到 大鱼山就是以色列乐园的所在 它晚上会放烟火的 在远一点的地方 你看天气线那边 那边已经是机场的位置了 前面这个就是马湾 是一个小岛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丁九桥 前面这个就是丁九桥相接的 就是深井 是稍微很出名的地方 住在这里 好像这个180度 整个panorama的view 都可以看到的海景的 全海景的这种coron room 如果在城里面的话呢 我相信它应该超过 一万港币以上的租金 但是我们现在身处 是全湾的关系呢 这边只需要两千多块钱 就可以租到了 是不是很超级 这景观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都在变化 住在这里真的不想走 但是这个饭店 还有一家很出名的中餐厅 想带大家去试一试菜 走 现在坐在我身边 又是我们餐厅的主厨 文师傅 文师傅你好 你好 是 文师傅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餐厅的风格是怎样的 我们餐厅走的路线呢 就是老菜新做 将传统的粤菜重新包装 演绎出来 是 那你介绍我从前面的 从哪里开始吃比较好的 当然是吃叉烧先 趁热吃 是的 好 好 好 不客气了 哇 大家看一下 真的烧到是玲珑的透 而且这个有烧边 如何做到的效果 那其实我们叉烧的做法 就比别人多了一点点心思 因为我们烧到八成熟左右 就拿出来再在炭炉里 拿回一层炭的香味 烧如其余的两成 哇 那我不客气了 好 试一试这个肥叉 我们吃叉烧 一般是不是要选比较肥的部位 其实不是的 因为现在是半肥瘦 其实最好吃 是的 加上炭烧的效果 拿回炭的香味 那些焦糖色 拿回一些 都是黯饮消闻 多谢 多谢 黯然消闻 是 多谢 多谢 这个超级香 你可以闻到 而且它边是脆脆的 是 边是刚才师傅解释 它烧了两次的关系 而且是有蜜糖丝在前面的 是 甜甜脆脆的感觉 哇 真的超好吃 我上次来是吃不到这个叉烧 因为我上次是一点半来的时候 这个餐厅的叉烧已经是完瘦了 是因为太受欢迎了对不对 对啊 但是所以我们夜晚都会烧一次 对了 最少平均我们每天都要最少烧两次 对了 所以大家下次来我们餐厅 一定要早一点点这个叉烧 这个是很受欢迎 会卖到断丝的一个叉烧 那海鲜类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那我介绍我们公司的玻璃虾球 那这个就是传统的玻璃虾球 我们重新去演绎吧 那个样子不同 我们平时吃的玻璃虾球的汁是透明的 玻璃底的 是 其实我们也有玻璃汁 但是我们是传统的粤菜 那我们怎样改良去提升呢 那我自己觉得 因为传统的玻璃虾球 其实它是片了一层衣 跟着在刀背上割几刀 传统是白色 我觉得它没有了虾的鲜味 所以我再加一些新鲜的虾 熬虾汁出来 提升它的鲜味 很漂亮 这是一整只虾 是, 一只只 我刚刚看上去 我以为有很多枝虾拆出来 你看到那整只虾 是的 因为其实传统的粤菜 刀工就在这里来 它割了一层衣 再在背上割几刀 它一煮的时候收缩 那我的花蜜就会呈现出来 是的 拿手吹花 我现在要吹花了 其实这个汁跟我们平时吃的玻璃汁是不一样的 是 虾去熬过的 所以很香 有虾的汁 现在先试一试 它层次真的是很丰富 跟我们平时吃的传统的粤菜 那个玻璃汁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有虾的香味在里面 因为其实传统的玻璃虾球 它只是一个爽字 是的 但是我就是知道它得爽字没有虾味 所以用虾汁去拿虾味出来 而且这个虾 虾第一听过是用了不同的虾去熬出来的 是 用它本身虾的虾头虾壳 那我们当然要配搭一些新鲜的海虾 去熬制汤汁出来 才有这么香浓的虾味 怪的这么香 是 所以介绍大家 下次来香港做饭店的时候 其实我不一定要选择在市区 可以选择在我们全湾 因为这边除了是一个新的发展区 这边现在吃喝玩乐什么都齐的 价格方面也相比市区要便宜了很多 所以很推荐大家来吃这一家 我们现在就来到中环的皇后大道中 这是香港金融中心的中心地段 在很多银行金融机构重重包围之下 就是这一座中环街市 街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台湾所说的菜市场 这里以前就是卖鱼 卖肉 卖菜的地方 我记得小时候 我妈妈曾经带我来过这里 当时在九十年代 很多肉档菜档已经倒闭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中环人口结构的改变 香港金融业起飞之后 这边是越来越多的银行金融机构 在这边建立之后 这边的居民慢慢牵出 对菜市场的需求是慢慢的减少 所以到了2003的时候 整个中环街市是倒闭了 过了20年 现在来一个华丽的转身 整个的中环街市 现在是变成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患人一心的感觉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有什么不同 到了中环街市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很气派的楼梯 它采用了流线型的设计 而且用的工艺是叫做水墨石 我们台湾叫做墨石子 当年是花很多的人力物力 才能修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建筑出来 这是一条树的动线 然后大家留意这个中环街市 还有一条横的动线 就是在它的外墙 它采用了一个整排的窗墙 全部是窗子的关系 这个就是当时在30年代 开始流行的8号市的风格 可能你们怀疑 为什么这个是菜市场吗 这么漂亮 像酒店一样的风格是菜市场吗 的确 拿破仑曾经讲过 英国是什么 英国是Nation of Shopkeepers 英国人最注重就是做生意 所以他们对于菜市场的建筑 是特别的在意 我去过很多英国殖民过的国家 他们留下来的菜市场 都是美轮美换的 在现在一楼的部分已经改变 改变成为很多的餐厅 跟小食的部分 到中午的时候是人潮涌涌 这边是中环 很难得找到餐厅的位置 二楼的部分已经改变了 很多文创的小店 伴手里的商店 都在二楼 上去的时候要经过 这么漂亮的楼梯 有一个小片部可以告诉大家 一定要是跟广东话的说法 我们叫做左绳有楼 左边上 右边是下 不要搞错了 因为它中间 它有个梯子 把它分合开的 我们现在就按着 左边上去的方向 带大家去看看 有什么伴手里的 我们现在来到中环街市的二楼 我还记得这里以前是卖猪肉的地方 果然还保留了这么巨大的猪肉的桌子在上面 以前是斩猪肉的地方 但现在就没有新鲜猪肉卖了 卖的是什么呢 卖的是香港的渔村风情 因为香港以前是一个渔村嘛 这边有很多的虾肝 小馆 虾饼 这种渔村的东西卖之外呢 还有一样东西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这种东西你在其他地方买不到了 真的好漂亮 我忽然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回到了18世纪的英国 或者是巴黎的餐厅 因为这里其实现在是2023年的香港的中环 居然有这么漂亮的一家英式的传统餐厅 真是想不到 这种东西你在其他地方买不到咯 这个是叫做本地耐料虾干 本地耐料虾干是怎样的呢 它是很巨大的耐料虾 然后在太阳光下面是把它晒干的 怎么吃呢 要么就真熟来吃 但是有一种更加好吃的方法 本地人才知道的方法 它是用来提鲜的 你剪一小块 这个耐料虾干是铺在肉饼上面蒸 蒸完之后那个肉饼 哇 鲜甜的不得了 大家下次来记得买香港本地产的 南亚岛的耐料虾干 来到这家店你会看到一排一排的酒桶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去打酱油的地方一样的 这里是一家酒店 在这边可以吃到不同的甜酒 还有勤酒 也可以吃到不同的威士忌 这边的威士忌很特别 它用了很多不同的迷你的桶来装的 除了有很传统的苏格兰的威士忌 它有一些很冷门的国家 比如瑞典 比利时 日本的威士忌都有 如果你会怀疑 全什么呢 这么多不同的威士忌 有不同的酒桶 有雪莉的酒桶 锅本的酒桶 红酒的酒桶 日本的清酒的酒桶都有 不用担心 你全部都可以免费试喝 喝到你合适的再决定买 那我现在就要选一选 有什么酒比较适合 我可以买回去慢慢欣赏一下 我现在先试喝一杯 中环街市 除了是一个买伴手礼 吃饭的地方以外 也是一个观光景点的起步点 就是我身后的半山扶手电梯 这是金氏世界纪录 世界上最长的 一个有盖的扶手电梯 总长 有800公尺那么长 为什么会修这个扶手电梯呢 其实跟我们中环街市的发展 也是息息相关的 中环人口的变化 是从山下搬到山上的 因为山下变成是金融机构 变成是银行之后 居民就慢慢地往山上移 然后他们早上通行的时候 从山上到山下来上班 那晚上下班之后 从山下要走上去 大家看这个路是多斜 要走回家 满身大汗走到回家的时候 所以到1993年的时候 政府终于修了第一条的 室外的扶手电梯 就把大家送回家 所以大家来到这个中环扶手电梯的时候 有个小撇步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注意一下时间 早上在6点钟到10点钟 这个扶手电梯是往下的 是把大家从山上运到山下上班 然后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 到了10点20分之后 到晚上的12点整个白天时间 都是从山下往山上走的 山上会经过很多游客的观光的景点 一些很有趣的历史的打卡的景点以外 也有很多居民的住宅区 我们现在就去体验一下 这一条世界上最长的户外的扶手电梯 早 现在轻轻松松五分钟就由山底 到了我们的半山地区了 现在作为半山的居民的确很幸福 可以坐这个扶手电梯 一致回到家 其实我当年我住在这里的时候 是走楼梯 爬坡这么爬回家的 一身的大汗 这也透露了我的年龄 因为这个电梯是在1993年才开动的 我在1992年已经毕业了 已经离开了这个地区 未在这个地区住了 其实这个地区除了是通勤的工具 这边有很多游客的景点 比如说我们身后这个建筑 也是游客的景点之一 现在就带大家进去逛一逛 早 在香港中环的中心地带 很多的高楼大厦包围之中 有这一座维多利亚市的建筑 这一组的建筑叫做大馆 我现在身处这个地方叫做检狱广场 它的建筑风格大家看到是后面的 就是由红砖建成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警察总部 整个大馆是由一整组的建筑 还有包括这个花岗岩石的 这个叫做云房大楼 然后在后面还有很多的监牢 一整组的建筑都叫做大馆 大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的差馆 因为在广东话里面 我们叫警察局叫做差馆 大一个差一个 美国学者佛湘教授 曾经提过香港成功的原因 就是有三大的支柱 法治 问责 良好的管理 法治是奠定了香港成功的基石 将香港从一个小小的渔村 变成今天的金融都会 除了有这边 大馆这边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警察局 其实这边还有最重要的司法机构 法庭也在这边 然后监牢也在后面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看香港的里程碑 大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我已经换了一身的正装了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还是在大馆 这是大馆的最新开幕的一家餐厅 就是以前的中央裁判司处 其实大馆大部分的设施我们参观过的 包括警察的总部 检阅广场 还有后面的监牢在2018年已经开幕了 除了这里 这里中央裁判司处 一直都是从门深锁 直到2022年底才开幕 这里是一家正装的英式的餐厅 所谓的正装就不只是打领带穿西装而已 但是最好配上curve link 穿上 扮上这个包胎 还有穿上皮鞋才能进入这个餐厅 还有它自己的dress cook 这就是传统英式餐厅的要求 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点私心的 我自己知道这家餐厅开幕之后 订了两次都订不到 今天终于有机会 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这一家餐厅有多么的棒 真的好漂亮 忽然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回到了18世纪的英国 或者是巴黎的餐厅 因为这里其实现在是2023年的香港的中环 居然有这么漂亮的一家英式的传统餐厅 真的想不到 我现在坐的位置就是一百多年前 犯人坐的位置 是因为这里是香港第一间的法庭 它也保育了当年法官审判的地方 听众席的部分也变成餐厅的部分 所以是相当不错 它把整体的建筑 包括这个超高的楼顶 我觉得有点像Fiat 就是像歌剧院的楼顶 所以这个餐厅现在是很受欢迎 人气很高 因为它提供的午餐和晚餐很有特色 它的大厨也是拥护了米其林的大厨 比如说它选择的这个生蠔的部分 就是来自于法国的Gilato 这个岛上面的生蠔 这是相当于生蠔界的劳斯莱斯 它的沙拉 它也用上了来自英国的Blue Cheese 就是蓝起司的部分 然后刚刚拿这个甜点上来的时候很香 它用了英国的cream 然后还有酸酸的Strawberry 因为香港的天气是太热了 需要开一下胃 所以我觉得这边吃下的 不只是这么精美的这个餐点 其实我吃下的就是 香港一百多年 在英国殖民下的痕迹 也许离开了巴黎才可以描写巴黎 就像我到了巴黎才可以描写美国密奇根州一样 这就是大作家海明威 在流动的饗宴中 回忆巴黎的情节 其实和我也是一样 我是到了台湾生活了几年之后 才开始回忆香港的好 这个我成长的地方 拍成了这个节目 想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在地人的角度 这里不只是七百万人每天生活打聘的东方蜘蛛 这里真正就是东西文化会税的一场饗宴 希望可以在香港见到大家 Bong Appeti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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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